她曾是台湾第一美女,就连霍建华都高攀不起,却被男人们认为烂货。如今竟变成这种下场。 寻衣草中,季晴川的女朋友,美丽的外表,不服输的。个性,不惜一切手段想要得到季晴川的爱。 她叫做林伟军。 她是台湾最美面孔,漂亮,气质,外貌,演技都不错,排第一,以前虽然演艺女二号,但是目光总是被她吸引。 林伟军 2000年林伟军接下个人第一部电视剧《马马仙师》,并正式踏入演艺圈。 当年在大陆和台湾火的不要不要的千金百分百,林伟军在剧中是第一女主角,长得那叫一个温婉动人。 林伟军 林伟军除了在千金百分百里扮演智慧与美貌并存的白妇媚之外,还是演过寻衣草,海豚班恋人,第八号当铺以及蔡依林主演的唯一一部电视剧《嗨,上班女郎》,在第百灵个新娘里饰演贾静文的好友朱青。 林伟军 虽然林伟军并非是女主,但在每部戏都想足风头,让人忍不住百度这个眼神温柔长发飘飘的女孩是谁的愿望。 林伟军 前途被大大的看好。 维军出道以来,桃花从没见断,光是传过飞闻的男星就一长串,历经过去闹得满城风雨的林又威,须少阳,须少阳,昆达两次劈腿飞闻事件,林伟军自嘲封自己劈腿十足。 在海豚湾之链,林伟军还和霍建华传过飞闻,那时的林伟军完胜陈乔恩,我觉得他比在薰衣草里面还要漂亮。 不过当时的林伟军不认可霍建华林伟军当时在台湾很红,在大陆却不出名。 店里十足的林伟军,出道以来情势丰富,曾自嘲劈腿十足的他,却在一道节目上气宿,自己感情一直都受到媒体关注,但被塑造出来的形象,不但让林伟军情路走得坎坷,更有很多男生认为林伟军是烂货,可以玩一下的那种女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